我們在第四頁的地方就有了 折線流全部在這裡 然後再來就是三個 其實主要改增加了幾個 理論上是增加了三個變數 第一個變數的話是決定什麼 決定K 這個K的話意思是說 M的 坐標應該是在哪個儲存格 OK 第一次的話是M1 第二次是M11 M21 這類推 那另外的話呢 我們再來就是說這個地方會有一個什麼 從哪一個欄 所以第一次會先抓什麼 抓B 把這個B這個 文字抓到哪裡 抓到這裡 所以這邊會串出來就B1 B1然後冒號 這個就B 36 OK 串在一起 放在這邊 OK 那再來第二個的話呢就再抓C 所以這邊變成C1 C36 好不好 然後一直推到K 那這樣的話呢剛好可以滿足我們要的結果 所以其實 以後如果假設 你要做那個很多欄位的變化的時候 當然第一個啦 你要先 做出一個 或是做第二個吧 兩個比較一下 然後呢再跑個回圈 利用這個回圈裡面呢 產生你要的這個變數內容 就可以 把這個結果快速的完成 那最後呢記得 就是再增加幾個按鈕 當然這個按鈕不增加也沒關係啦 不過加的話感覺會更完整 比如匯率下載 刪掉舊的 再下載新的 那第二個的話呢 畫一個 這個美元的折現圖 然後呢 3圖 然後 人民幣 也在這裡 OK 所以美元 人民幣 然後3圖 全部的話呢 就是跑個回圈 去更改那個什麼呢 這個 M11 M1 M11 M21 M21 OK 然後 另外的話呢 就是他的資料來源 分別是 這個 先B 再C 再D 一直到K OK 所以這個程式的部分的話呢 就剛剛講的部分 其實 理論上 我們其實沒有做很多事啦 其實主要就是什麼 錄製劇 所以有些東西不會寫 沒關係 錄下來 增加坐標 增加寬跟高 OK 其他的話就套用 所以把一個做完 跟第二個做完 然後把這兩個呢 去檢查一下 他有哪些變動的部分 然後再把他結合到 全部部分 就可以一次呢 全部把你要的結果給匯製出來了 OK 那接下來的話呢 如果這個完成之後啦 請各位思考一下 OK 所以這個地方可以把它刪掉 OK 全部廢製 這樣其實感覺還蠻不錯 因為 假如說你這個資料每天都要抓 每天都要做一些 這個報表的話 然後當然要很快可以做出 並且可以做一些 你要做一些判斷的時候 其實這個都相當的好用 OK 那有點像是那個Power BI裡面的所謂的那個Dashboard的概念 就是幫我把這些資料呢 把數據變成圖像的話 讓我們比較欲於閱讀啦 那接下來的話呢 如果像你這一題來看 假如說呢 就有同學問說 老師那我可不可以做一個變動 因為一般的話呢 產生 縱向的一欄 縱向的 一個一個感覺會比較佔空間 那我如果希望 可不可以不要一次 一欄成10 10個這個圖 而是變成兩個 就是說呢 第一個美元在這邊 然後這個寬的話本來是500 要把它改成250 然後呢把人民幣這個也是一樣改250 然後放到這裡來 也就是2乘5啦 也就是說呢 我們一次 假如我不要放 一個 我要放兩個 左邊跟右邊 那這個是第1個 這個是第2個 這個是第3個 這是第4個 意思類推 也就是說左邊是單數的 右邊是雙數的 那我要怎麼樣 可以把 這一個地方的 圖 可以畫成兩個 OK 所以特別注意 那當然 如果你沒有太多的頭緒的話 其實可以這樣啦 反正呢你可以先做一個什麼 折線圖美元 先畫一個 這個 每次我換一個 這個再把它拉一個 工作比較餓好了 OK 然後這樣練習 所以喔 這個畫一個 你可以先怎麼樣 把它畫一半 然後再把人民幣本來應該放下面的 把它放到 他的右邊來 然後再分析一下 城市要怎麼改 可以直接變成 兩欄 然後五列 OK 這個畫面先再還給各位試試看喔 OK